好 我們把剛剛把建成完成了之後 現在先來找字吧 找這個字 我們會用到一個叫全字庫 你可以找這邊 你看跟字型有關的 找這邊 看一下有一個叫做全字庫應該是在哪裡 這邊 其實這個是比較完整的 全字庫在後面 你把第二個你把點進去 這裡面有好幾種方法 好幾種方法 因為你要自己做字型嘛 做字型 一種是自己寫 待會我們會介紹這個 蛤 你不是很 感覺很舒服嗎 你寫的字都 只能貼在家裡面的廁所前面而已嗎 我們可以幫你改造一下 你都沒有看過電視節目有很多改造的 化妝前化妝後看著兩人 當然你要用這個也可以啦 好不好 我們先找 找真正的名家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全字庫 那這個全字庫 其實 他本來並不是要給我們拿來當字型用的 他是拿來給誰用的 你知道嗎 互正機關用的 你知道嗎 要命名的時候 為了有獨特性很多人會自己造字嗎 切水切什麼就給他多很多嘛 或者有一些造字比較特殊的啊 那怎麼辦 你在互正機關 要用 用正確的名字啊 那這個時候他就要造字 可是有一造字 這台電腦有 別台電腦沒有 是不是找不到 所以你們當沒有人有 有同學是那種 字比較特殊 然後每次 那個上課的系統老是點名就 都用唸錯字的嗎 應該多多少少會有吧 對啊 怎麼辦 所以呢 來你往下走 這裡 那標準的如果你到這個全字庫網站的話 你是一次查一個字而已 所以呢 我們要比較快一點 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文章 連結嗎 這個呢 你就一次找就好了 你看我把它點開 這是介紹的文章 我們往下走 好往下走 它有一個超連結 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看到了齁 點開 好 你就直接把 名字 你要的字 打進去就好了 比如說我這個叫做 好你看 夢想的起點 直接找 沒有 不是這裡 抱歉 找不到 這個弄錯了 它下面有個立刻前往 現在有些網站都會幫你做那個外面 連結到它網站以外的那個 檢測啊 看看那網站有沒有病毒啊 好 來來在這裡 夢想的起點在這裡 好搜尋 這個也有手機版本 那它找的事實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全智庫 有沒有發現很多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因為我就一次找完了夢想的起點 不是全部找完了嗎 對不對 如果你是去全智庫那個網站 那就一個一次一個一次找 啊我用這個比較偷懶一下 你看 我剛剛的那個夢就是好像是這個的吧 啊不是 還是省富的忘記了 反正管他的啦 你就看你哪一個比較喜歡嘛 做夢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點下去 有沒有 來到全智庫 有對不對 這裡呢 你可以選擇你看 有三種格式你可以下載 那我可不可以考考各位啊 哪一個是點證哪一個向量 點證的是PMG 那這兩個 都是向量的 EPS一般我們在印刷比較有機會用到 一般可能在平常生活上比較少用到 那麼WMF 大家用到去還蠻高的 在哪裡有用過你知道嗎 有沒有用過微軟那個叫做美工圖庫 因為美工圖庫是標準的 就是他裡面很多是向量的 就WMF跟EMF 這個是 我們在Windows系統裡面 標準的這種向量格式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你不確定 到底我這一個圖 這張 這個字進去之後要不要做縮放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所謂的向量格式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的話我要放到縮小比較方便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用 PNG的 那它字就比較小 比如說我用這個 WMF 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了解了 好那 其他的字 使用方式一樣 如果你懶得找 請找這邊 因為我有不小心幫你放行 我是怕各位 來不及 所以 我在這邊 有沒有 我放進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 你現在呢 就可以把它拿到哪裡 你到底可以自己先找看看 從這邊 有沒有 就開啟成為圖層 因為我是要把它加到裡面來吧 我就直接 找他 好 我就找到 這裡 開啟 這裡 這裡 好 先不管他 好 夢 點到他 開啟 唉唷 是 你看看你的會不會 對不對 一般 那個 GIMP或者是 一些免費軟體 就是有 比較多平台的 有些時候會是因為中文 路徑的關係 有沒有 我發現我這個路徑很長 對不對 如果說你會發現這樣子 你可能那個 路徑要把它移到就是比較沒有中文 資料夾的那個位置 比如說桌面 或者是磁碟機的根部錄像 就可以避免這個情形 那我現在呢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你可以先找找 好不好 剛剛那個位置還記得嗎 自行的 你到任務裡面有一個自行 尋找免費自行的 你找一下 第二個 自行裡面的第二個 輸到那個有沒有 第二個 立輸到 輸到那個其實也是線上的 是線上的那個 寫書法的 剛剛如果同學你有發現就是遇到這種沒有辦法揮進來的 那個是因為 我們GIMP那個軟體 放在中文的目錄下面 所以你可以先做存檔 你可以先把你的這個 先把它儲存 那儲存的時候呢 它的副檔名叫做 XCF SCF 那你就 把它存在看你的桌面上 也可以 那你就先把軟體關掉 先把軟體關掉 你把 這個軟體呢 移到 跟目錄下面 像我現在就是移到 有沒有 我的那個桌面上 就把你從那個中文目錄之下把它移出來 那你再重新把這個GIMP打開 打開這樣就沒問題 你看我現在這邊 我這樣子 然後呢 我從這邊把它 開啟成為塗層 我就找到 剛剛這個 夢 有沒有 找到了 好 開啟 好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進來的時候 我的寬 高 還有它的解析度要射多少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就先做調子 比如說我要進來就大一點 反正這個我們向量的 對不對 向量的你要大一點就可以射大 解析度你要高一點就射高一點 OK 比如說我這邊射300 好確定有沒有進來了 你就可以 用移動工具 你看這有沒有移動工具 移動工具你就可以用它 把它移到你要 適當的位置 那 太大的話 你就 在這邊 有一個 縮放的工具 剛剛是移動了 對不對 這裡就有一個縮放的工具 點它 點它一下 有沒有跳出來這個 但是你不用從 這個面板 你直接從這邊縮放就好了 有沒有 等比例的話按住哪一個 你覺得等比例要按哪一個 不是Shift Ctrl鍵 那這邊是Ctrl鍵 好 我就稍微放小一點 如果 確定了請按下鍵盤 這樣Enter 有沒有那就幫你縮小 你再回到這個移動工具把它移進來就好了 這樣了解 好 就這樣 但是 這樣有沒有像 剪刀 降虎 這樣不能接受 對不對 所以待會我們還要做一個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一般的影像處理欄裡面都有 叫做混色模式 我們預設的話 在這邊叫做一般 對不對 叫做緊水不犯河水啦 反正你貼什麼就是貼上去而已 那麼如果你希望跟下面的塗層做混合的 像Photoshop Photompeg Photocab 都有這些功能喔 那哪一種會比較好用 沒有哪一種會變得比較好用 而是比較常用 像我們 這個很單純的是不是就白色而已 你說我要去背當然也可以啊 但是其實 去背都懶得去背 因為你可以直接透過混色模式 這裡有一個 我很常用的 叫做這個 這很快嘛 沒看清楚 就是這個啦 叫做正向跌底 正向跌底 正變啦 這個東西 英文叫 Multiply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常用 你有沒有看過外面 風景名證 常常有人印那個馬克杯啊 還是印T恤啊 有沒有 那那種東西我們要在電腦裡面用的話 把圖案印到T恤上 印到杯子上 要能夠跟它後面 是不是整合的比較好 我們就會用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 這叫Multiply 也就是我的圖片已經是白色的 就底是白色的 其實這樣就 直接就去掉了 它就直接就去掉了 是不是很快的 其他的就給你試看看喔 好不好 來 請你先把軟體 你先存檔 把我們剛剛做的先存起來 那你把軟體那個資料夾 關掉 軟體關掉之後 把資料夾 整個 移到桌面上來 把它整個移到桌面上來 這樣你再重新打開 就不會有剛剛那個問題了